纽约冬村的发展近几年是肉眼可见 不仅像个世界公园一样 可以在冬村地界上找到各地的美食 连 dim sum 都是全天候供应着来 没错 爱吃的朋友们想必已经猜到 我说的就是港式美食店金满亭 Dimsum Palace 他们家的糕点点心相信不少人都试过 口味多样 咸甜兼备 但您瞅着这么多的 dim sum 菜色 就是早中晚从十点半到凌晨两点 没有限量的在供应 能想到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点心 都是在这里in house 自己的糕点师傅们亲手制作的 他们家还真就是 为了坚持给客人尝到最刚好 最恰到好处的美味 以点心大佬 雷师傅为首成立了 点心糕点师傅天团 每天在冬村的厨房里各种包包包 杆杆杆 捏捏捏 非常热火朝天 当然了 为了提高产量和效率 他们还非常先进的 直接把一些作品打馅的设备 请进了厨房之中 让整个过程更加的行云流水 可谓机器大人工 谁也挡不住 比如说这个流沙包 雷师傅就先用机器 把南瓜汁和面粉均匀地打成饼皮 再出拳出力 把饼皮用数十年的经验 打得更轩 更松软 再进入一道机器手续 压制成平滑的饼皮 然后再卷成圆柱状的一长条之后 开始掐成大小相仿的劲子 看着这个size 简直是copy paste的好忙 在雷师傅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他底下的师傅们 也开始将头一天 蒸好 烘好 并冷冻好的咸蛋黄 拿出来打发 等雷师傅这里机器军团准备好了 就开始四个人扒着手开始捏 捏着捏着 这一位位可爱饱满的流沙包就诞生了 正好上桌 饼皮呈鹅黄色 热腾腾的包里 流沙也是呼呼地往外流 咬一口简直就是天堂 除了流沙包 这位集大出经验 和技术效能 于一身的旗舰版产品 金满田还有几十种出色的 Damsung菜色 比如虾角 韭菜虾角 豆苗角 等等等等 而且雷大佬还跟我们介绍说 金满田的虾全部都是精选大虾 在现场打烂 所以他们家有虾的各种点心 虾的部分都非常的大只 吃一口饱足感特别强 蛮棒那些随随便便 用虾泥打发顾客的点心店们 然后之前我们说了 他们家除了整整供应 16个小时之久的Damsung以外 不要忘记金满田还是一家有粤菜的店 所以他们家和点心大佬平行的 还有一位炒菜大佬 也天天是做的一手好料 比如和鸡蛋 姜葱 肉末 芹菜 豆豉等不少原料一起炒的 往东板龙虾 用高汤加洋葱 西芹番茄 一起熬煮三个小时之久 包来再打sauce 上台的大口吃肉 口口入味的牛肋骨 总之就是看起来都满清淡的 一尝都还非常美味 将好吃和健康的粤菜馆精神 发挥到极致就是了 金满田在东村店的位置是 592nd Avenue 位于二大道上 三街和四街的中间 地段也可以说得上 是东村的中心了 交通非常的方便 除此之外 他们家在中城的55街 46街也有两家店铺 而且在Penstation附近 还计划着再开一家 爱吃Deamsung 又还没试过他们家的朋友们 不妨走起来哦